好 這場戰爭居然有一個小小的贏家 你可能覺得很難 很不可思議 居然是中國的比亞迪汽車 這個飛彈打來打去 一般電動車很怕遇到炸彈 這整個火燒起來 電池很難滅火的 沒想到比亞迪沒炒火燙 沒燒起來 對 真的要聞聞到好 11月9號 比亞迪在以色列的一部車子 被那個飛彈擊倒 那擊倒以後理論上來講 電動車最怕的就是爆炸 起火 因為它的電池 它最怕摩擦 它的溫度升高以後 它電池會爆炸 想不到它的磷酸鋤鐵電池 竟然沒有爆炸 這個火紅了 因為在整個中東來講 這真的是大家從來沒有想過的 以前特斯拉你只要撞到旁邊路邊 就爆炸 就起火了 這個沒有起火 上次林志穎那個車不是也撞到 也是發生了火災 所以這起火是大家最怕的 竟然這麼厲害 但是你從比亞迪來講 其實它在以色列的占比是提高的 那我們來講 在中東那邊第一個溫度是平常 溫度最高50度到60度 所以它有兩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你的電池 電動車的電池 第二個就是你的冷氣要夠冷 你這兩個如果沒有滿足的話 它就不要 所以中東有兩種人他們在買車 第一種就是偏愛以前的這種低調奢法的賓士系列 賓士開出比較低調奢法 比如說你到南部 比如說到台南去 台南是台灣最有文化底蘊的地方 他的最有錢的老闆 董事長不管你身價100億500億 他的最高頂規就是600的一個賓士而已 他不會去買藍保監理 那不是他所想的 要低調一點點 第二個就是買一些什麼 買一些電動車 買一些這種最新比較炫的 年輕人要買的 那你現在在整個比亞迪亞電動車市場 在中東兩個第一個大市場 一個以色列 一個阿聯酋 在以色列一炮成名 現在真的是一炮成名 炮彈打下去就成名了 現在在那邊會非常厲害 那我們講到在所有的電動車 以色列它本身沒有汽車品牌 所以它完全靠進口 而且它目前國家有一個政策 2030年所有油車 柴油車 全部禁止上路 禁止進口 為什麼 因為你買油 我就要跟我的敵人買汽油來給你用 所以他現在 好 你要買油可以83% 一台車如果100萬的話 變183萬 但是你如果買電動車的話 比較勝利 20%就好了 所以當地人是瘋強 那講到比亞迪他的ATO3 ATO3是在中國大陸叫ATO 如果到海外版的話叫做PLUS PLUS他在以色列他有一個 剛開始開幕的時候給你試駕 來看看 你光是試駕要排多少 排三個小時 然後第一個禮拜就接到2000台的訂單 一禮拜2000台訂單 那我們從去年來講 他在以色列 在中國所有的電動車來講 只有占48% 今年的1到9月份前三季 占到63% 現在是第一名 第一名就比亞迪 第二名也是中國大陸的一個車子 吉利 第三名才特斯拉 第四名是韓國的現代 現在是第一名 比亞迪現在有夠紅 你看他光是公布出來的 9月份的一個獲利 是百分之百的成長 那這個時候很奇怪了 巴威特竟然在賣比亞迪 巴威特15年前買比亞迪 在香港一股是8塊錢 到現在是賺29倍 他所有的比亞迪 以今天的一個價錢來算的話 他是賺68億的美金 為什麼這個時候再賣 而且他的合夥人芒格 芒格今年99歲 巴威特93歲 所以你現在電視機 你如果還不到這個年齡的 繼續努力 他們兩個都還在大賺錢 芒格前幾天他出來接受訪問 說比亞迪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這家公司也很好 但是他講很好 卻偷偷在賣股票 這代表什麼 外國人就是這樣 大戶就是大戶 他不是看壞 他不是因為我獲利太多了 所以他是用這種方式 那你從去年的8月 2022年的8月14號 開始第一次賣 然後一直賣賣賣 到現在連13賣 那最近因為又要公告 為什麼他跌破8% 香港的規定 你只要你本來是10幾%的大股東 你只要跌破8% 台灣是跌破10%就不用公告 他是8% 還要公告一次 所以他8%以後再賣 你就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人是賣的 可能芒格出來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想說你其實我看得很好 你看得很好為19% 賣到8% 所以人家是這樣賺錢的 聽說我是昨天看了一個訊息 就是說他在河南廠最多的時候 工人是30萬 河南廠只是大陸5個地方的一個地方 現在剩下7萬 30萬剩下7萬 所以這一次好像是來真的 但是來真的是不是嚇你而已 而且我覺得恐嚇就是說 你敢走 你敢走看嗎 他是不是要嚇你 是不是高高舉起 然後看你的態度再輕輕放下 這還未定之天 不過連華爾街都震動了 華爾街說這次調查 其實是中國來講必大於利 為什麼 因為你會把所有外資嚇跑 因為所有的富士康 都是跟美國的工廠 跟全世界的大廠合作 你對富士康以前對你那麼忠貞耿耿 最多的時候工人140萬 他的出口 他光是一年的出口 在所有中國的占3.6% 占河南的80% 這麼大的公司 他竟然還會被查稅 那以後像我這種 雖然是外國公司 我比富士康小很多的 我不懂得擦死 我晚上睡著睡不著 睡不著睡不著 所以這件事情 未來還有很多的發展